娱乐转圈圈 很让人佩服了 当然 在这样高人气的背后 也是必要承担着很多的非议 可以说有多少人喜欢她 也同样就会有多少人不喜欢她 只是相比于前几年 如今的杨幂是真的越来越低调了 在参加红毯活动的时候 也不会有早些年那种 咽压群芳的气势了 甚至是直接穿着运动鞋就上场了 可以说对这些活动 已经是见惯不惯了 而现在的她既是艺人 也是老板 向迪丽热发 张丁丁等人 都是嘉行传媒旗下的艺人 而据说当初 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 杨幂也是股东之一 甚至当年 她之所以会疯狂地压戏 不注重自己的口碑 就是为了完成公司的对赌协约 当然 后来她是真的成功了 可以说这些年来 没有一个女艺人 能够像她这样 这么成功的 虽然也有不少人 培养了自己工作室的新人 但是还没有像杨幂这样程度的 对于杨幂的工作能力 大家是不至于的 她的商业眼光 她的胆量 都是数一数二的 她很聪明 也很圆滑 但是也因此 有些人觉得 她不真诚 就说她和唐嫣多年的姐妹情 说散就散了 很多人觉得 是因为后来唐嫣不红了 所以杨幂就不和她一起炒作姐妹情了 如在上次的活动中 这两人一起同台了 但是 丝毫没有交流和互动 唐嫣反倒与杨幂早前传不和的刘诗诗 聊得很好 还主动搭起话题 而后来在后台中 也有人拍到了刘诗诗和唐嫣聊天的画面 可以说 也是很有戏剧性了 不知道 你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舌娱乐 带你了解 更多娱乐圈资讯 也欢迎在评论区 说出你的看法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